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联影医疗可以说是国内大型医疗设备全产品线 除超声外绝对的寡头 也是当下国内唯一可以同麦锐比肩的大型医疗设备企业 按照2023年国内新增市场的占有率来看 公司的MIXR均排名第一 CTMister排名第二 RT则排名第三 高端医学影像设备 一直都是整个医疗器械行业里技术壁垒最高的领域 因为涉及多学科交叉 一台设备的研发设计涵盖生物医学工程 机械 计算机 电子信息 材料科学 医学影像技术等多个学科 门槛极高 研发周期极长 这样的特性就决定了 这个行业天然是知识密集 资金密集的 是属于巨头的生意 由于医疗设备是一门迭代式生意 过去的每一点成就都可以为将来铺垫 它天生属于寡头垄断 后来者很难弯道超车 长期以来 国内高端医学影像设备领域 一直都是外资的天下 联影之所以能后来者居上 实现如此成就 原因其实同芯片等类似 是国家意志的缘故 看看联影的股东密密麻麻全是国家队 细数其融资历史 到处都是国有资本 政府引导基金的身影 通过多年的努力 联影算是冲出来了 截至2023年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如果联影在国内的成绩 可以说有一定的政策保护意思在里面 那海外的进展 就绝没有半丝水分了 几些年 联影在海外的发展 可谓突飞猛进 2018至2022 每年都是翻倍还多的增速 一直到2023 因为基数较大增速才开始放缓 但也有58% 2023年公司来自海外的营收 已经达到16.8亿 占整体营收比达15% 最重要的是 联影的出海 一开始就是高举高达 并非像绝大多数中国企业 选择的出海道路一样 从周边亚太市场做起 从低端做起 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而是一上来 就从全球高端市场做起 截至2023年末 公司已有45款产品获得 CE欧洲共同体认证 其中16款产品通过了MDR认证 比CE认证更严格 44款产品通过51项 FDA510K布色认证 业务已覆盖亚洲 美洲 欧洲 大洋洲 非洲 超65个国家和地区 全线影像设备 已覆盖美国超过50%的 州级行政区 UCT960加和UMI Panorama等 高端设备进入 Hansman Christos等顶尖医疗机构 数字化医疗设备 也相继进入 Northern California和SMS 等独立分子影像中心 和诊断成像服务提供商 之所以把美国单独列出来 是因为美国医疗圈对性价比 虽然也看重 但更看重的 还是真创新和真技术 连影的高端设备 能得到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认可 基本可以说明产品 真的有两把刷子 在近期的投资者交流中 连影讲自己在美国的势头 挺不错的 也对西欧发展充满信心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在法国 英国 甚至德国 都有非常不错的进展 在欧美都能发展得不错 面对亚太就基本是降维打击了 连影提到 在亚太大家都把连影当成一个高端品牌 2023全年 连影实现营收 114.11亿元 正23.52% 归母净利润 19.74亿元 正19.21% 扣非归母净利润 16.65亿元 正25.38% 其中 海外营收16.8亿元 正56% 国内实现收入97.3亿元 正22% 在2023HR开始的板斧背景下 国内还能实现22%的增长 确实非常不容易 分产品看 公司的CT Mr. MI XR RT产品线收入 分别同比 正7.8% 正58.5% 正1.4% 正32.8% 正6.9% 其中 Mr. XR 增长最为亮眼 2023年 增速最快的Mr. 按年新增市场金额统计 市场占有率 排名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于3.0T的超高端 Mr.设备市场中 联影市场占有率 排名第一 2022年 推出的5.0T 是业内首款全身成像的 5.0T Mr.机型 可实现超高厂 全身临床成像 其3.0T产品 当下虽然排名第三 但增长非常强劲 2023全年市占率 已与市场龙头 缩小了2.5个百分点的差距 增速第二的XR 按年新增市场金额统计 联影整体排名 国内第一 其中 固定第二基础线 DR市场 占有率排第一 移动DR市场 占有率排第二 按照公司说法 全系列产品 都完成了 与AI的深度融合升级 可以更好地 为用户赋能 龙头位置 将进一步巩固 公司的CT整体 市占率排第二 63排以下偏低端的排第一 64排及以上都排第三 根据所长拿到的数据 联影40排CT平均 每台的单价是130万 80排平均单价是320万 160排CT平均 每台650万 320排CT平均 每台1200万 按照公司的说法 2023年高端和超高端 CT增长显著 伟计装机已超过400台 分子影像产品 在医学影像领域 属于高端产品 不论PETCT还是PETMISTER 联影都连续多年 是国内施战率排名第一 整体也是第一 放射治疗设备 联影排第三 瓦里安和伊克达 则常年霸占该领域的第一 这块相比其他领域 可能差点意思 公司提及也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的维修服务业务增长迅猛 实现收入10.7亿元 正42.8% 占营收比 已经达9.4% 加1.3pp 按照其投资者交流的说法 今年售后增长率 会超过40% 因为疫情期间 CT销售很多 这两年初保 所以这两年 售后增长很高 另外 公司的软件业务增长 也很强 收入1.74亿元 正124.85% 随着未来 恋爱时代来临 这块业务 只会越来越强 虽然现在营收占比 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块业务 直接贡献收入是一方面 更关键在于 能大幅增强客户粘性 以前客户使用 联影家产品 可能只是单点设备 虽有学习成本 但替换起来 好像也不是特别困难 可一旦用上智能化系统 再想替换成其他的难度 就不是一般的高了 不出意外 由于系统的兼容性 方便性 以后相应医院 用联影家的东西 只会越来越多 就好比苹果 小米用户会不自觉地 越来越多买同一品牌的东西 背后就在于 同一套系统习惯了 且数据又都是打通的 虽然现在这个软件业务 还只是刚开始 对公司的业绩 好似还看不出太大影响 但未来随着 越来越多医院装机 触碰到起点后 其作用必然会非常之明显 软件业务 不仅是AI时代 联影增长新的增长动力 也会成为联影最厚实的 护城河之一 总的来说 联影2023的成绩单 还是很亮眼的 全年仍有较多 重磅高端产品上市 如全新一代 Tate Mr. UPMR 890 新一代磁共振 UMR 585亿 长轴向 UMI Panorama GS UST Atlas S.DUG等 按照公司近期公布的 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 2024至2026年 营收增长率目标值 分别为20% 44%和72.8% 触发值分别为16% 34.56%和56.09% 换句话说 联影期望2024至2026的 营收增速都在20%以上 最低也要有16% 6% 5% 4% 7% 7% 7%